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去生宝宝了 休息了一段时间 那每天做的事情呢 就是逗我的孩子们 逗孩子真的很开心 很愉快 因为觉得好笑的时候呢 他们就哈哈大笑 觉得不好笑的时候 他们也不会骂我 但是我家里的人会劝我呀 娜娜 回去工作吧 别折磨孩子了 折磨观众吧 所以我回来了 今天是半决赛了 希望选手们都放轻松地去比赛 有我在 即便你们尬在台上 大家也会觉得 那一定是谢娜的问题 各位选手 为了我 加油吧 那我休息期间呢 你们节目给我带来了很多的欢乐 像这一季的新人真的很厉害 像 徐志胜 他简直是百年一遇的搞笑奇才 我看到他的时候 满脑子都是味好 挺容易就被他带偏了 你不是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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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这张张 是卖尿还是卖磨呀 那你敢卖尿磨呀 那你敢卖尿磨 我本来想在这里啊 跨一下李淡 眼光真不错 但他这个人吧 特别谦虚 那别人夸他 如果他觉得承受不起 他就这样 哎呀 哪里哪里哪里 别别别别 哎呀 折瘦啊 但是如果他觉得承受得起的话 他就这样 哪里哪里 他脸还找尽头 哪里哪里 尽头在哪里 他还朝着尽头慢慢靠近 这是谦虚使人进步呀 其实我知道说脱口秀 真的挺不容易的 你看杨丽啊 网上都是骂他的 他自己都说压力大 想放弃了 我一听就急了 杨丽 你杰森敢骂呢 杰森 听到哪呢 听到哪呢 这才多少人骂你呀 你知道有多少人骂我吗 太多了 可能你都骂过我 这个有特点的人 真的就很容易引起争议 我刚主持节目的时候 就很多人骂我 谢娜滚出节目 结果我怀孕休假 很多人又说 好想娜娜呀 我怀疑他们就是 同一波人 因为我看到一条评论说 娜娜 快回来吧 我都想你了 而她的ID是 谢娜今天滚出节目了吗 我休息的这段时间呀 我有好几个节目 都找了代班主持 就像大张伟也替我代过班 是不是 对对 搞得我都有一点点危机感了 那我不能表面说 哎 支持你们加油啊 我私底下就会特意去 看一下节目 你知道吗 看了一集 我就放心了 不是这意思啊 就是节目是非常好看的 我就放心带孩子了 让他们多代班几集 等他们快要上手了 我就回来了 哇塞 变气功来了 我的广播体操 哎呀 现在新人出来真的是很快 也许人会越来越多 但是人再多 我都不走 为什么呢 这么多年 我还依然保持一个新人的心态 更难得的是 我能保持新人的水平 你在笑什么 我又没有在自嘲 我说这话 只有老脱口秀演员才懂 新人真的太恐怖了 对不对啊 是吧 像那个 豆豆啊 哎呦 豆豆 听说你很会表演啊 你在开什么玩笑 你在开什么玩笑 所以呢 所以呢 我还是有我不可取代的地方 比如说 好吧 我也说不出是什么地方 你们老说我说话没营养 但是今天 我就要给你们一点颜色看看 经典有机 A2橙牛奶 清和舒适 好营养 适合全家人饮用 请节目组的导演 有我的男影上后在那里啊 我今天一路看比赛一路喝 看谁还敢说我说话 没营养 谢谢大家我是谢大 不比了不比了不比了 不比了不比了 快去不比了 哈哼跟你说 好 Gang 哎呦哎 好久不见 哎呦哎呦喂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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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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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个图口秀大会的report 关口感 真没少看啊大姐 是啊 我真的会看你们的节目 他们做的每个人我都很熟悉 刚才只是简单的模仿一两个 那姐这么喜欢看节目 节目周边也 救命啊 大姐 因为每次见面都要送她一本书 就算你送给我书以后 好多比赛我都没赢过 请坐 谢谢